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我们拖累他怎么可能会死啊 我要杀过安和 给大师兄报仗 大小姐 萧公子 雷公子 有大师兄消息了吗 大师兄他 营战安和 已经牺牲了 胡说八道 你亲眼看见了吗 就说大师兄死了 尸体被唐门接回 我亲眼所见 你肯定是看错了 快 快滚 萧瑟 快派人去唐门问问清楚 或许真的是看错了呢 门主说大师兄声当尽职 死亦无悍 还请大家欠慕悲伤 是以大局为重 怎么死的 大师兄喝了七盏星夜酒 立即而亡 何人所杀 暗和写家家主 写七刀 还有二十一名杀手 大师兄凭一己之力 与他们同归于尽 不可能 不可能 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 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 门主确认了 我说了不可能 那么多次 大师兄每次都能死里逃生 凭什么这次不行啊 这才没有我们拖累 没有我们拖累他 怎么可能会死啊 门主说 之前就听大师兄所说 杀死老太爷的凶手 也是暗和 如今我们的敌人 皆是暗和 到了报仇之时 他们定会竭尽全力 这便就先行告退了 我要杀过安和 跟大师兄报仇 跟大师兄报仇 刘贤 不要被仇恨占据内心 师兄因我而死 这仇我背了 没想到你会亲自过来 百里在蓬莱为墨一护法 并不知情 唐恋是我雪月城的大弟子 也是倩罗的兄长 于情于理 我都该来 他现在什么都不是 只是他们的孩子 只是他们的孩子